演讲题目是寻找生命科学里的城市设计 非常的精彩 而且廖老师也曾参加过非常多 在我非常多这一种在生命科学上面的 就是水产养殖领域 或是其他领域的一些应用 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一样按数字键1 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廖老师的演讲 欢迎他 各位市长大家午安 应该可以看得到头影片 跟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都有很清楚 好 那今天就是很感谢 就是接受邀请可以来分享 就是我的跨领域城市设计教学 一点点小小的经验 那我也还是菜鸟 所以我也从这个plus的这个会 总办这边办很多场工作 帮我获益良多 那今天就就我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 跟老师们稍微分享一下 那因为我其实在水产养殖学系 但是我自己的研究背景啊 都是偏向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那我就想说希望把生命科学的一些 跟城市有关的事情 或是跟运算税有关的事情 把它导入到我的课程里面 那在我想很多老师也跟我一样 就是很斜杠 然后我算了养殖系 我做研究偏向技术深刻研究 因为但是我的研究也没有到很多城市设计 所以当我到学校任职的时候 遇到学校新开AI课程 或是城市设计课程的时候 学校就帮我 希望说我可以自己教自己系上的学弟妹们 这样比较简单 他们可能会比较兴趣一点 那我就接下这个任务 那这三四年下来 就慢慢建立起这个小小的课程地图了 就是主要是由必修的城市设计 与资料处理开始 还有今年新开的必修人工智慧概论 这是开在通事的部分 那一直到后面都是选修相关的课程 那希望说在这个生命科学院 或者说我们学系的同学们 有一个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路径 让他们到业界的时候 不会觉得说 怎么好像我一直学的东西 都是很很基本的 接近生活的东西 那怎么业界好像现在最近 开始需要一些智慧养子的东西 就是给同学多一条路 可以选择多点工具可以使用 那所以我想都到这边了 就我们就直接说 应该是我老师都会几乎遇到 跟我差不多的问题 那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跨领域城市设计教学 第一个就是遇到学习实数不足 第二个就是学生很容易觉得 自己这东西跟专业无关 那学习实数不足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单学期 大概两学分 跟电子学院他们可能光层次设计 就六学分来比 真的是差蛮多的 可是可是这个事情呢也不是说 诶那我们请学校开到 开到六学分就可以搞定 对不对 事实上是光是这两学分 你想要说服同学们说 这东西很重要很重要 我觉得有时候都是有困难的 那如果这课程就这么一次 将来也不会用到 那对他们也很容易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额外算困难任务 但他就是我过就好了 那会不会没关系 老师不要当我就好 那我不想要重修 所以就这样就过去了 过三年之后他们也不会记得 不太记得说这个要干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时候我们比较着重说 不是承认设计技巧 而是想办法走到运算思维这一块 跟他们解释说 即使你将来不会变成设计师 但是也许在运算思维这边呢 你会有很多东西可以使用这样子 好那这样的问题我才 也是我参加过多次的工作方 也是蛮多老师们都有提出相关的问题 那我的解决策略 大概就是我先来问一下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喜欢什么 也就是说我就提问 大概总共有99位同学 就是大概两三届 有愿意回答的问问同学 我跟他说如果你现在有个下午的空档 你会做什么事情 我就列了这些给他们选 好那就是完全就兴趣了 你完全是空闲实践你会做什么 那可想而知啊就是 你们最喜欢的兴趣是 嗜好是什么 那这已经按照他们比例排序了 所以这个都是轻松类别 对不对 那我们科技属性的关系 有同学们会接受说 水产相关的 他们去钓鱼去潜水 去养水族去逛水族馆 所以这个我们科技上我们的科技比较幸运的一部分 同学们大多有喜好这类东西才会来就读 那剩下的东西在这些 那接下来问他们说 那你大概凭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在上面 所以大家问到时间 接下来就产生下面这张图 我把比例乘上时间用字体的大小来呈现一下 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排版 那最上面的字道 是我们大家就看得到了 我从最下面看不清楚的字来讲好了 最下面最惨这个就是学习类 包括参加校内级线上课程 还有加入实验室 那这个一听就觉得 那倒数第四名的是资讯相关 就是他们会去看电脑的硬体 软体研究手机3G等等 也就是说很直接跟我们程式设计 比较相关直觉的事情来说 已经被踢到很后面去了 也就是说给他们有时间 他们也不会愿意去做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在跟他讲说电脑很重要很厉害 以后都是电脑世界 AI会取代我们百分之多少工作 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填不进去的 他们比较希望看到是上面这个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对不对 那也许我们科系相关 老师们有不同的科系 你们老师们的科系也许有在有相关性 但是他们也不见得能够排到跟电脑直接结合在一起 这时候呢我就想到大概就只有两种解决策略 一个就是让他们觉得有趣 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觉得这东西真的这样 也就是觉得相关 那我今天会 今天其实着重的是第二第一的这个部分 那前面我会讲一些些 就是我尽量以 我想到什么游戏教学呢 我就把它导入到我的课程里面 那因为有些游戏是有成本的 需要买教具等等 所以尽可能就自行开发网页等等 网页游戏让他们去玩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会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老师们就要说 我们在生命科学或是水场子里面有办法找到范例 来说服他们说 这东西在你们将来其实是有相关的 那我就先 因为A比较不是重点 所以我会比较快速的给老师们分享几个我做的影片 也许老师们正在开发课程游戏 也许会有一点点用到 那其中一个就是我108年度教学时间计划 叫做狗开发叫成绩期货市场 这部分我就稍微快一点讲 它是一个网页线上游戏 而且不是在上课的时候玩的 是他们回家整个学习都可以玩的一个市场交易游戏 但是他学的不是市场交易 我们要学的是运算思维 所以他是一个以市场交易来说 是一个很失败的市场 只要同学们用心点从那边收集数据 就会发现这里面漏洞百出 他们可以找到方法在里面赚大钱 这就是我的目标 那这边我就不详述了 就是我开发的让网页有相当 回家愿意去玩 他们一天交易六四 他们甚至半夜会设闹钟起来下单 那第二个呢 也有类似上纯网页作为作业的 那这个是基于原本的cell automata 就是细胞制动机的原理 下去把它改写 变成多物种细胞制动机 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 跟原本的细胞制动机不同的是 它有两点 一个就是有多个物种 那自己扮演的是蓝色这边 然后中间有橘色食物 最右手边是红色的对手 所以他们呢 必须他们可以选择要跟谁比 然后再来第二个不同的是 他们可以设定这个扩散原则 原本的cell automata 扩散原则已经固定了 那这边还可以进行设定 也就是同学们必须要从这里面去设定 去找出最强的策略去打败 他其他另外十组的同学 那一方面去思考说 细胞如果你设定这个策略 细胞会怎么增生 有什么方法可以 会作业没有一步一步 问他说 那你觉得这东西是 你怎么设定比较容易成功啊 怎么样设定会比较容易失败啊等等的 那这也是一种游戏式学习 那这东西也是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个游戏 那其他方面还有比较贴上实体的 例如说我的课程里面用microbeat很多 那我就买了分组买了这个小车子给他们玩 那就是他们一次四组竞赛 他们必须要去走这个黑线 然后不转弯 直角转弯 跟一般圆转弯 还有断线 他怎么处理 他想要把他走到中心点去得分 然后一次就十组比赛 大家就很high这样子 然后这个游戏是教逻辑杂的时候 我请同学们直接变成逻辑杂 然后上去组装一个全加把器 让他们传递0跟1这样子 好 我请同学们直接变成逻辑杂 让他们传递0跟1这样子 好 那就是让他们 因为听多吉杂 一开始会太简单 他们会觉得说 这是你教什么 我超懂的 但是一遇到半家法系 全家法系 他们会立刻昏倒 所以就把同学 就直接抓8个人上去 直接组个全家法系 让他们在上面传递 那还有就是 用设计新的桌游 那但是桌游玩时间比较长 所以开在微学分课里面 因为这玩一场可能在一个多小时 玩完之后就跟他们解释说 你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思考 你最容易赢 那就是希望用思考游戏设计方式来找出 就是去学最佳解这种东西怎么来的 有没有最佳解 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接听最佳解 然后最后这个游戏是 上AI课程的时候呢 我把书的同学们 就是变成一个神经网路 让他们进行传递 就是你们命运了 好放下 那书屋层的最后一排是谁 所以一个游戏的执行大会分成四个步骤 这边是计算 那我设计这个游戏大概就分成三到四个步骤 就是首先会有介绍规则 那这规则 因为在课程上之前的话 规则比较非常简单 要让他们马上熟悉 然后会有玩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会 玩完之后呢 会让他们展现结果 接下来不能够就这样结束 我必须要再配合卡户或是问答 SVIDO的方式 让他们知道说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思考一下 然后如果让他们表达意见也可以 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用卡户 然后我可以媒体讲说 你们刚刚做错什么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可以跟他们再互动一下 比较不会说玩玩 他们只记得好玩 那现在回到比较正题的部分 就是解决策略B 就是要怎么让他们觉得有关 那我觉得自己在安排这些课程的时候呢 大约他们有三个进阶的过程 就是会有基础的必修课程 然后他们如果觉得有新学同学 他们会继续走到我的选修课 然后一直到研究的时候 他们可能在研究室里面 他们会真的想说 我前面学到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去应用 那这些呢就是 我把它分成大概三个阶段 也就是说Label 1 他们应该是教室里面的初心者 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就做下来了 有些同学可能在高中学过 一些同学完全没有学过 然后呢 Label 2的时候 他们开始接触到 专业课程越来越多 接触到业者 所以他们这时候开始会有些想法 他们知道哪些东西 可能在业界会有用 只是这时候想法会非常的庞大 会大到就是可能是说 这是一家公司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要帮他们慢慢收敛 然后第三步呢 他们才有可能 拿自己的实验版的机器呢 到现场去跟业者合作 那因为我在的科系呢 比较偏向应用科学方面 所以比较幸运的是 右手边这一块呢 似乎比较容易连接 那老师们在不同科系 可能不同连接方式 那今天我主要讲的是 左手边这一块啊 就是生命科学教材 那这个部分很感谢 就是总办的支持 让我们目前正在准备 拍摄这个公用教材 给相关科系的老师们使用 那今天我就会介绍一下 这里面的内容 那我目前大概准备 我准备大概十个章节 都是几乎来自于 金属生命科学相关 那自密码很多 那我提供的投稿片里面 有这张表格 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 大概是哪些东西 然后我会挑第一张呢 的内容跟老师们 进行示范一下 那让他说 原来我准备的教材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以废视数列 然后讨论到黄金比例 以及罪名堆叠的假说 然后有生物统计相关 有演化氢元素 然后DNA的转入转移过程 密码表 然后包括赛举论 就是比较偏向生态保育的 然后细菌单细胞生物 他们利用 Condustan London Walk 就是随机漫步的方式去移动 那这个他们走出迷宫吗 然后刚刚有展示过的细胞制动机 然后Turing Alan Turing 非常有名的 影响生物界的 各种动物的花纹 就Turing pattern 这个的来源 然后还有核酸序列的比对 就是这个是比较偏向传统 Bioinformatics的部分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声音不见 现在有声音吗 刚刚断掉了 不好意思 所以大概有这十个章节的部分 然后我尽可能去收集 就是基础生命科学里面可能跟运算思维或神社机相关的 那如果老师们还有其他的建议或是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就是我可以我就是可以继续收入下来 好那大概这个构思是这样 就是我们会拍影片 然后提供线上教材 那目前的规划还有进度 大概是这样就是每个章节它会有三段影片 会有一段生科生命科学的背景的介绍 然后会有一段基础的陈设计的介绍 然后还有进阶版的 大概是这三段 每一段影片大约都是8到15分钟 那目前我们已经录了大概将近三分之一 那投影片程式码都会一并整理 预计在明年的DQ2的时候可以完成 希望可以分享给老师们使用 那如果说就是这里面每个章节里面 有对应的游戏可以进行的话 我也把一并放入进来 给提供老师们参考 那接下来就是我会稍微就是让 就是给老师看一下教学的翻译带长什么样 这是影片的前段 不知道你们有注意过 不同花瓣的数目常是某些固定的数值 有些花是两瓣花瓣 有些是三瓣 有些菌科植物它们常见有八瓣 十三瓣二十一瓣 为什么会有这些固定的数值 背后的数学又有什么关联呢 我就讲解一下这个生命科学的背景知识 提供给老师们 可能老师们不一定是生命科学背景的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废斯书列也学不少老师们知道 那这个故事大概是从800年前的一本书来讲起 这本书叫计算之书 它里面呢最有名的达成的事情 就是它介绍了这个阿拉伯数字给我们 我们一直用到现在 变成全世界通用的数字符号 那这里面还提到一个叫做 不死的兔子的故事 那这边呢我就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会比较跳着讲一点 如果有点听不清楚 就可能之后陈老师再看完整的教材内容 那这个不死的兔子就描述 一对小兔子它会先长大 花个月长大 然后每一对成兔子呢 它会生一对小兔子 然后这兔子会越来越多 那这越来越多的呢 根本并没有什么 就是你可以把它画成图 就是不同时间一直往上 那这个数量当然又像等笔级数量 疯狂的上升 那原本这样就似乎没事了 不过呢就发生在400年后啊 一件有趣的发现 让飞飞数列又浮上台面 就是呢这位这位人士也非常有名 他就是科普勒 那他发现了就是前两项的笔 后面除以前一项 他的笔子会收敛 就是呢 1除以1等于1 2除以1等于2 就会往上一点 要掉下来 收敛就是收敛数学里面 而且收敛在个五里数 整数数列收敛在五里数 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 那这个1.618呢 我都会问同学说 你们认识这数字 有些人真的知道 这是黄金比例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产生了一些 很奇怪的连结 一个整数数列的出现 在公元1200年的时候 然后黄金比例其实在西元前600年 大概就知道这个比例1.618左右 然后呢 在很确立说 美感我们人类对于1.62左右 有美感这个东西呢 大概是就是公元1876年 所定下来的 这里面有些连结到底怎么来的 怎么会有这些样的连结 那大家生命会故事是什么 其实首先我们要先证明 为什么整数数列可以变成 可以变成就是 就是可以变成 收敛在五里数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做这样 一个小小的动画 所以这个这些方块呢 这里面数字标示它的边长 不是它的面积 所以把两个1边长的方块 摆在一起 然后旁边可以放2的方块 一直往上3 然后5 然后8 然后很快就发现 这个圈圈呢 其实就是一个 倍是数列 它的边长就倍是数列 而这边的比例呢 就是符合黄金比例的原则 就是A加上B比上长边A 会等于就是A比上B 也就是说这个圈圈 环形越 弯弯螺旋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趋近黄金比例了 那这个为什么常出现在自然界呢 那其实大概 比如说像鹦鹉螺 它里面大概就符合这个螺旋 大概就来自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这生物都是要生长 单细胞生物从长到多细胞生物的时候啊 它们必须要长出结构 这些结构必须要堆叠 那生物大概就想要符合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它希望我往上堆叠的时候 我的结构不会改变太多 也就是说我不能够拿一堆 正方形有时候拿长方形 有时候拿三角形去叠出这大东西 这样我制作的时候太困难了 我希望东西差不多 但是它可以放大缩小 第二个呢 就是我也只能从中间往外堆 我也不太能够什么先长大片 然后只要中间有缝 它就会垮掉 这时候就产生了就是 成为最密堆叠的假说 我这时候会介绍到就是 黄金脚本我就跳过 剩下五分钟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写个程式 让这些东西呢 由内而外按照黄金脚的下去生长 那这些角度可以多无为的变换 大家可以 老师们可以发现说呢 其实在不同角度下 它们堆的密度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详细来看 就是说这三张图 它们呢 中间呢 它们是所谓的最密堆叠 它用了黄金脚137.508度 往左边跟往右边只差0.01度 你就可以发现 它们在缝隙上面 堆的密度就不一样 那堆的密度不一样呢 这个密度的堆法呢 它们就在神无前当后 像就是菊花或是葵 就是葵花籽冲件这样堆叠 还有凤梨等等 它们其实都符合这样的螺旋 甚至呢 可以拿一颗马铃薯发芽 它从中间亚点往外螺旋生长 你会符合黄金脚这样一路旋出去 也就是说生物脚筋演化出来说 就是用这个角度 我们大家最不会打架 而且呢就可以堆的最密 这里面就把这些东西 用几个理论把它连接在一起 首先废式数列呢 它用最密堆叠假说 知道演化上面会常常产生 这样的一个比例出现 然后呢 那黄金比例为什么会觉得有美感呢 就来到了我们演化上的认知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这张图可以说明 就是在 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万年前的 以采集为生的野人 你到外面看到这两个玉米 你应该会很明显觉得说 你不用吃就知道说 左边看起来应该比较健康 它可能没有中毒 没有寄生虫 右边则看起来怪怪的 那时间久了 我们生物就演化出 觉得最密堆叠是一种美的一部分 当然不是所有的美都是最密堆叠 那右边这个比较危险 我们要小心 所以就把这个故事连接在一起 那陈设计的部分呢 我会写在collab上面 那都是比较基本的 就是从像第一张就会介绍运算值啊 变数宣告 让他们试试看 配置数列一般项 然后进阶部分 也会用collab 进肯用collab 然后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同学分享跟修改 那同学们有问题 他改完之后 我也比较 也可以再分享给我 那今天就与各位老师们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老师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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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